民进党市议员陈秋平在今天的总咨询时表示 台南市政府在民国92年2月推行的 台南市城市旅游安全保险卡 虽然该政策的推行广受游客好评跟肯定 但市政府却以经费困难等因素 在101年停止台南市城市旅游安全保险卡的业务 陈秋平认为既然是受到肯定的政策 就应该继续推行 不能只拿没钱堂塞 你们这一张卡又受到好评又受到肯定 然后又没有显著的提升 就是游客在回到我们台南在造访 这个是有冲突点 然后这个冲突点 我是我也想请教你 因为这一张卡是免费的 免费提供给我们来访造访我们台南的游客 所以我说你这条好平 但是你还不敢提供 那不是这样 陈秋平更进一步建议文化局长叶哲三 应该发行台南真好游卡 以旅游安全及纪念卡概念再出发 更可结合台南旅游优惠套装 或是特约参旅业者给予办卡优惠 进行整合护证及设证系统 搭配现场及手写版签章方式 让需要办卡的民众集办及发卡 我们是不是可以整合我们的护证设证系统 然后配合着我们的手写版 就是现在所有的手写版可以在这 专进去电脑 然后完成那个同意书 这个方式也可以 因为我这个idea是 对我你办手机要须的 我资料有 但是他给我一个手写版 我签署我的名字 这样就ok了 就是马上办马上好吗 刚好 我刚在找这个资料 我们桃园 也是用这个方式 他们五分钟就可以领取了 这个也是节省我们人事成本 感谢 文化局长叶泽山表示 陈秋平议员的建议相当好 不过对于免费的卡 对于文化局一年要编列570万元预算 会造成事故的负担 因此将在进行研究该案 再做统筹规划发卡作业 如果依照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该卡除了提供市民使用外 更也可以提供外线市民众购买 记者黄俊怀台南报道